恭喜 仿师 慈悲 开心 尊敬的主位同修 主位护法 大家祈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在借这一次共修的姻缘 再来跟大家借个法缘 也互相鼓励 互相的提醒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 就是我们佛经里面抽象的就是 八风吹不动 我们师父上人啊 就是净孔老和尚 在讲经当中呢 特别啊 常常提醒我们 对于我们学佛的 特别是对我们念佛的人 你能够在这个环境啊 就是在我们这个环境 生活这个环境里面 你能够修到 八风吹不动这样的境界呢 那你今生念佛 往生西方境的世界 那就有把握了 而且生死自在 了五怪 如果我们今生不到西方境的世界 也起码能够提高自己高度的智慧 也能够提高自己的高度的福报 因为有智慧必定有福报 有福报不一定有智慧的 所以我们佛教里面 称为福会双修 福报靠着是智慧 而这个智慧建立自己的福报 这个是离不开的 是一不是二 那什么叫做八风呢 对我们这一生的修行 有什么样的帮助啊 特别是我们这一生 想要超越六道轮回 了生死 不再受任何之苦 这个苦的因缘 就是有生老病死 所谓的八苦交间 特别就是我们这一生 最向往的就是 要生到西方境的世界 那什么叫做八风呢 八风的意思就是外面的诱惑 对于外面的这些明文利养 五欲六成 对于外面的这一些的自私自利 再加上内心的 贪 春 痴 慢 疑 各种的 种种种的境界 无论是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顺境也好 逆境也罢 顺境就是说 有人赞叹你 你不会被这个赞叹 而起了一个 傲慢之心 贪念之心 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 你不会被这个逆境的时候 耳手感染 起了称惠心 或者我们遇到善缘 在行善的时候 你不会被这个行善 起了一个贪念 当我们遇到恶缘的时候 你也不会被这个恶缘去造业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 如如不动 巴风吹不动 那你往生西方街的世界 那一定有把握的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这一点 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呢 遇到外面的这些语言 诱惑 种种的这些的 让我们有时候 不能称心如意的 或者让我们这些 遇到一些 境界的时候 斤斤计较 种种的这些的烦恼 我们的心会不会动摇 容易动摇 那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没有把它解决 把它修好了 将来会变成我们最大的障碍 大家一定要知道 人生是无常的 这一秒当中死亡随时都会到 这一天当中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 没办法去议算 那怎么办呢 你天天要去修 来修行 来发愿 像我们用这个佛号来修行 让我们这个心 不要被外面的境界而所感染 而不要被外面的境界而去造种种的恶悦 而不会被这个外面的境界而所迷惑颠倒 将来变成自己的障碍 那将来我们要往生西方 那变成我们最大的障碍 所以老和尚在讲经当中 常常提醒我们要记得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千万不要 一定要八风吹不动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 常常讲一个故事 我也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师父上人常常劝 我们要学习古人 这些祖师大德 他们修行的成就 我们要学习他们 作为我们的榜样 修学的榜样 学佛的榜样 念佛的榜样 或者学一些居士大德 但是老和尚 有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一句话 提醒什么呢 这些祖师大德我们可以学 但是过去的居士大德 有一位不能学 那一位是谁呢 苏东坡 那为什么不能学苏东坡呢 苏东坡对于佛教的学习也蛮不错 为什么不学他呢 你看 苏东坡很有名 他生在北宋 又称为书法家 又文学家 美食家 又大画家 对佛教里面的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大德 那为什么不能学他呢 因为他的功夫还是不够 为什么功夫不够呢 还会动摇 什么动摇法呢 我再借这个姻缘给大家讲这个故事 希望我们不要学他 如果我们有像他这样的毛病 赶快改过过来 我们天天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的意思就叫你回头 回头的意思叫你什么意思呢 就是叫你改过不断的改过自心 自我反省 后不再造 这个叫做南无的意思 天天都是改过 天天反省 反省自己的错误 反省自己的错误的想法 种种的 那为什么不能学书东坡呢 我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也是我们 是否上的讲经 常常也讲到他的 这个书东坡的这个例子 希望大家不要像他一样 我要像阴光大师那样 哦 如如不动 这个书东坡啊 他跟这个 佛印禅师 佛印禅师很有名哦 在住在金山市 他跟书东坡啊 是属于外方之交 就是说两个人啊 之交很好 但是常常论道 那书东坡啊 常常跟他论道的时候啊 没事跟他辩论 就输给佛印禅师哦 想尽办法要怎么样赢过 但是从来没有赢过他 他喜欢辩论啊 那有一次呢 这个书东坡啊 他认为哦 他修学的不错 以为我念佛念得很好 功夫已经达到一种 巴风吹不动的境界了 所以他写了一首诗啊 这一首诗呢 他是怎么写的呢 他写这一首诗啊 他说 其中天中天 什么叫其中天中天 啊 好光照大千 这个是上年 啊 这首诗 这个其中天中天的意思 就是对佛的称赞 因为他告诉我们 释迦牟尼佛太伟大了 阿弥陀佛太伟大了 建立西方极的世界 而建立了这个 四十八月而度众生 而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确实真的不可思议的 所以对佛的称赞 所谓的天中天 就是讲佛对佛的称赞 啊你要礼拜啊 你要称赞这个名号啊 你对佛要一个恭敬的心啊 这个对佛的称赞 所谓的天中天 那白豪光照大千 豪就是佛有三十二项 称为叫白豪 这个豪啊 能够照亮整个虚空法切 能够救度一切众生 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的人 所以对佛的称赞 无体投地哦 啊下面的 的那一连的那一首诗 对谁称赞呢 对自己 哦 头一句对佛的称赞 第二句对自己的称赞 怎么称赞法呢 你看哦 你看苏东坡啊 那个真的很高傲 希望我们不要学他 那个自傲啊不行 就害自己啊 他怎么称赞呢 他说啊 端座 金连山 端座金连山 啊 霸风吹不动 哦这个苏东坡自己淡叹自己哦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端座 啊 紫林山呢 紫林山就是说 他修得很好了 啊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无论什么样的境界 他不会被再动摇了 他不会再被动摇了 哦 哦 然后写好了呢 他把这一首诗啊 请他的书童 交给佛印禅师 请佛印禅师呢 对他这个这一首诗 什么样的称赞 那个书童啊 就把这一首诗啊 交给佛印禅师 请佛印禅师 能够评价一下 这一首诗 写的怎么样 诶 佛印禅师看到这一首诗 一句话也没讲 然后呢 在这个这一首诗里面啊 写了两个字 哪两个字呢 放屁 哦 这个这个这个佛印禅师呢 就把这两个字写在这一首诗 哇 然后呢 这位书童啊 就问佛印禅师 佛印禅师 你有什么话要交代 一句话也没说 你反正啊 回到我家里 交给苏东坡 他看到就知道了 哇 这个苏东坡啊 等得很急啊 哎呀这个苏童 为什么这么这么久 还不回来 哎呀一直在等 一直在等 哎呀希望那个佛印禅师 对他的称赞 哦 对他的称赞 没想到啊 诶 书童啊 把这一首诗啊 交给苏东坡的时候 苏东坡问这个书童 哎佛印禅师 有没有交代什么话 没有 一句话也没讲 但是写在这首诗里面 你自己看吧 哦 哦哦 哦那个苏东坡哎 一打开这个首诗的时候啊 没想到呢 看了两个字 心里好难受啊 哪个两个字呢 刚才讲的就是放屁 哈哈哈哈 哇心里很难受啊 受不了啊 哇我这个 这个佛印禅师怎么会对我这样的呢 我明明学得很好啊 你为什么写了这两个字呢 所以啊这个苏东坡啊很难说 也很生趣啊 所以把这一首诗啊带着 又要讨到跟这个佛印禅师辩论 但是佛印禅师有神通哦 他知道这个苏东坡啊 他会来找他辩论 所以他在这个金山寺啊 前面的门口等他哦 等他的时候 哎当那苏东坡啊 到了这个金山寺的门口的时候 一到这个佛印禅师 佛印禅师就告诉苏东坡 哎苏居士啊 你不是刚才那个说巴风吹不动呢 看到两个字放屁哦 哦 那个渡江而过 要来跟我打天下 哦 这个苏东坡啊 听了这个佛印禅师呢 五话可说 一句话也没讲 乖乖的回去 转头回家了 哦 你看哦 写的很好哦 哦 巴风吹不动哎 你想一想 才讲两个字哦 骂你两个字 放屁你都受不了啊 那以后我们怎么修行啊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已经要提醒自己 我们跟苏东坡也差不多一样 毛病很多 心病很多 哦 一到逆境的时候 有时候自己啊 甚至于比苏东坡更更 更 说实话的 更不好 哦 比如说我们有一天在念佛当中 有人家莫名其妙来骂你的时候 骂你笨蛋啊 骂你种种的 让你心里很难受的时候 你投一个念头是什么出来 你看 我们一到逆境的时候 你投一个念头 掀起来的是什么 你不能接受啊 你会起了称恨心啊 你会跟人家计较 你会跟人家对峙 甚至于肯人家会跟人吵架 甚至也肯人家跟人家骂人 甚至会起了一个讨厌的心 称恨的心 你想一想 这么小小的境界当中我们就考不过了 那如果将来来一个更大的怎么办呢 所以尊敬的这些同修大德 念得好还不如修得好 讲得好还不如做得好 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凡夫 每一个人都是有毛病 那这个毛病你不改呢 将来会变成你自己的障碍 无论你念佛号念了多少声 无论你怎么念佛 你是没办法的 所以尊敬的这些同修大德 我们师父上人常常劝道 千万不要写书东坡 一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要把这个境界变成什么 把它变成自己的境界 什么境界呢 无论什么境界 你的心都是清净的 你从来不动摇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起了逆境的时候 谁来批评 无论听到哪一句话 让你不高兴 无论哪一个人对你的态度 一种不好的态度 或者种种的一些的境界当中 你能够保持清净 一句阿弥陀佛 能够拿起这个正念 那你念这句名号就成功了 如果我们还是念这句名号 随着自己的习气毛病 那将来呢 我们念佛能不能往生西方净土 是没办法的 无论你学什么样的法文 你就不会有成就的 所以尊敬的最统修大德 念佛是一种生活 是在考验 在这个生活里面 处事 待人接物 你要考验你自己 你这一关有没有考过 你一到这个境界的时候 你有没有这个耐心 你能不能把这个境界当中 称为自己 而一种修行的 来考验自己 你这样的想 你这样的念佛 无论在一切处 无论在一切处 在一切时 你这一句名号 你就念得不错 你念得非常的很空 为什么 一句阿弥陀佛 能够把自己的清净心 慢慢的培养 你走到哪里 什么样的境界 都是阿弥陀佛 一到什么样的境界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都是阿弥陀佛 无论你处世待人 就遇到什么样的 人的对待 都是阿弥陀佛 那你想一想 你这一生一定 生死自在 描五卦 这个就是我们念佛 以生活是抵不开的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念佛最主要不是在这个念佛堂 念佛最主要的不是说我今天念了几身佛号 今天学佛最主要不是我今天送哪一部经 今天我们学佛最主要是念哪一个奏 或者坐在里面我们在读经或者念佛 不是在这个地方 关键在哪里 关键你有没有把佛法修进去 你有没有把佛法听进去 你有没有把这句阿弥陀佛 有没有把佛陀的教本依教奉行 若是在这个生活那个才是关键 哪怕是一句佛法 你也能够永静不静的 这个就是互相鼓励 我们这个生活真的不容易 在我们的眼前会遇到种种的一些 可能让我们不欢喜 让我们起烦恼 或甚至于让我们很讨厌 或者看到一些不顺眼 看到你不喜欢的人 或者种种的 你没有把这一关一个一个能够把它学好 那它就变成我们自己的障碍了 什么都要忍 能忍就忍 因为经过忍辱 你才能够成就自己 所以金刚经说的好 一切法得于忍 你没有忍的基础 无论你什么修养什么样的佛法 你是没办法培养自己的得恨 你是没办法培养自己的好榜样 所以 要忍 你能够忍 你就能够八风吹不动 八风吹不动就是等于入入不动 你能够入不动 那念佛往生就自在了 好 这个就是简单做一个给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 好好修行 因为佛教 中在十字 不在中在行事 中在行事 佛法是起不留作用的 好 这一句名号也起不留作用 这个就是简单给大家做一个鼓励 希望大家好好用功 好好念佛 人生无常 无常 就是苦 好好念佛 将来 我们希望 能够同生极乐果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礼界法师 慈悲开示